你好 欢迎收看6月27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会 华丽县各乡镇市基层座谈会 27号分别是在傅里卓西玉里镇公所来举行 邀请到各个乡镇长代表部落头目还有村里领长提出建议案 县长徐政委和县府各局处首长都列席来听取基层民意 而议程内容就针对里面所关心的公共议题 参与人数相当多 也踊跃提问 华丽县长徐政委一早就带领县政府各局处首长来到复理国小的活动中心 仔细翻阅资料 准备与复理乡各村的里长 头目以及民众面对面召开 111年度各乡正式基层座谈会 或许它需要有一些可以做机会的部分 或许可以 到时候还可以把公共总局 我们的玉里段的同众领域一起通知 布里乡结束之后 接着就来到卓西乡的聚会所 一开始卓西村长靠发财就提出有关部落的陈业道路方面问题 接着也有头目也纷纷提出相关的防汛道路以及输郡等问题提出建议 公共证部落也是因为道路我们也有一个部分 因为参与社会提案说那个要复杆的复杆不行 因为那个银长那个非常的狭窄 如果是复杆不行 那个做个避测道应该可以吧 那个做起一小段的避测道 因为那个路面 路不是消防车或救护车往下面走 不要为全国是对车都没有办法运动 都是路面跟我回车 好 那第二个就是有欢迎中正部落天主堂 要往玉里道路增设地车道 这是那个部分 正会要提醒一下高村长 就是地主同意书的部分 一定要先取得我们才有办法来进行施作 那是不是说请下一次会开的时候地主一起来 另外玉里镇各里长也是针对地方的水沟设计不良 旧桥修闪等问题向县政府提出意见 附近住户都说真的很扰迷 因为那边车子跟单子 起摩托车的都从那边过 都扣扣扣扣这样子 那些欧巴桑他们就说 我们这个身重病的 需要休息 他一直问我说 里长 这个可不可以请帮忙处理 先从政公所和里长还有里民来先开这个里民大会 先开取得共识之后 大家的共识之后 我们再来处理这一条路好不好 基层的座谈会当中 议题聚焦在道路 桥梁建设 路灯照明 社区景观工程 电力地下化 溪流输军整治 环境美化 原住民族福利 农产经销 文化产业等相关建议 徐政委在逐一了解之后 立即指示相关局处针对提案列表整理 并且尽速完成会刊 或者提报中央相关机关单位 写请提供解决的方案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